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岁末年初正是各机构、团体发挥爱心均物资捐款给弱势团体或民众时期,乌日林新医院将首次举办岁末爱心义卖,同时也要报家音,要在寒冷的岁末温暖弱势民众的心。 为了协助生活困苦之学子,独居老人,低收入户老人及无力就医治病人,乌日林新医院将12月22日在一楼大厅举办2017拥抱希望,分享爱心义卖,是乌日林新医院首次举办岁末爱心义卖活动,广邀医院院内与院外民众募集家中不使用之全新物品,累计更超过百件物品。 当日义卖所得全数捐赠台中市私利清云慈善基金会,爱心义卖的物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,包含家电、锅具、餐具、文具、饰品、玩具等品项,商品皆为九成新以上,将会以实惠的价格来进行义卖,让民众减好康又能做爱心。 当日更邀请乌日林新医院感染科主任郭正邦担任健康讲座的讲师,以深入浅出的方式,分享如何正确的预防流感,更会在现场为民众一一解答,相信一定会获益良多,带来正确预防疾病的医学知识。 另外,看索乌日林新之美的摄影展正在二楼艺文区展出中,从构图光影到别具创意的视野角度,细细品尝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,重新认识乌日林新医院独特之美,寄望能打破外界对医院的刻板冰冷印象,营造出充满爱与温暖的氛围。 当天更快举办摄影比赛的颁奖仪式一同来为得奖者贺彩。